因為剛剛評審說 其實差一分 精華就輸你了 你看我就知道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 很強的演員 所以其實 他得我也是心服口服 能夠拿到這個獎 我要特別謝謝 編劇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機 這是一個大烏龍我自己 因為就是一聽到名字 就覺得要先跟那個 其他旁邊的幾位厲害的女演員 一定要好的跟他們 就是打個招呼那樣子 可能腦袋一直在 就整個空掉 所以就上去的時候 我要特別謝謝 編劇 因為你們的關係 可以寫出淑女這樣子的劇本 讓一個四十歲的女生有機 按 你是怎麼突然發現字體你講的 因為他們有人大喊四樓啊 好 喊一下 那你知道你講的 管特兩個字嗎 我知道 我剛剛下台真的就是先 就是 就先站在那邊 就是心理需要平和一下那樣子 對因為我知道等一下下來 你們一定會狂惡我這一天 對 這大概有史以來第一次發生的事情 對啊 因為 唉 好可愛 對不起各位爸爸媽媽 剛剛遇到導演了嗎 遇到了 遇到了他人就在旁邊 怎麼賠罪 我會好好地跪一下 我會好好地跪一下 我會好好考慮 我會好好考慮 我覺得陳嘉玲會發生的事情 他已經發生了 所以有辦法 您是你今天有就是 一層把握就可以走上來 我跟一位某一個前輩都很相信說 嗯 入圍前 或者是需要這種事情 不要去對發票 我們就是有一種迷信 想說你如果得了 如果你沒有機會的話 你不要只得了那個獎 前天我就在那邊划我的那個 然後我就發現 我中了統一發票 這樣 然後我就跟我的經紀人講說 完蛋了 我中了 然後他就說說 沒關係沒關係你入圍兩項 這樣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中了兩張 所以其實在那一個當課 我是有覺得說 嗯 老天已經幫我決定好了 很開心 然後但是可以開心的時間 不給自己太多 因為接下來就是要做那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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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